随着黑神话的初圈爆裹 很多玩家第一次接触到了虚幻5游戏 如果画质全部拉满的话 即使是顶级显卡 也没有办法做到原生4K60帧 这也让不少玩家 尤其是用笔记本的学生党 对于后续的虚幻5大作产生了焦虑 而今年开始吧 确实有不少大作会采用虚幻5隐形 我个人已知的就有 三角洲行动 影之认灵 诸仙世界 五十次古魔力五主之第四 几乎可以说 没有自演引擎的厂家做3A 大概率会选择虚幻5 优化呢 找音未打 归其原因就在于省钱省时间呀 我们都知道 游客用了大量的实景扫描 来做黑神话的场景 但实景扫描门槛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 我都可以做 我呢 这一次就用一台RTX4060笔本 加一台手机来挑战还原 黑神话场景 你们认为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这次我来到的是 黑神话的取景地之一 大足时刻 宝顶山 是不是想起了被小西天支配的恐惧呢 而实景扫描 只需要环绕素材连拍数张照片 将照片导入Reality Capture即可 点击图片自动对齐 AI算法会根据运动轨迹 提取出照片的三维信息 点击AI重构模型和材质 即可以通过AI还原物体原本的样貌 你们认为 精度如何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从采集到渲染 共计花费了10分钟 如果是手动建模 这个精度所需要的时间吧 此方法还可以扫描大场景 像这位UP主 就用航拍机扫描 还原了自己的学校 如果你是学生党 可以用实景扫描 记录自己的校园生活 流浪猫狗 扫出来的美术资产 不仅可以导进U15 还可以给3D打印店打印成手办 成为珍贵的校园记忆 至于用U15的游戏厂商 为何多半会和英伟达合作 一是在于Reality Capture 需要调用CUDA离不开N卡 还有就是从20系GPU开始 就有单独的光追计算单元 对于不能调节画质的主机党来说 我确实就帮不了各位了 但如果你是RTX40系GPU的用户 只要合理的设置画质 同时打开DOS超分辨率和真生成 即使是主流价位段的游戏本 都不用过于焦虑 带不动虚幻5大作 我们以4060游戏本 运行现有的几款虚幻5大作为例 可以看到即使是2K分辨率 只要合理设置加DOS3 这些虚幻5游戏均能达到60帧以上的标准 地狱之刃2K高特小侠有80帧 第一后翼有80到100帧 一记二偶尔也能摸到100帧 黑生化可以将全局光照和阴影两项设置为中 DOS3设置为平衡或者性能 即可以达到跑图70帧 战斗60帧 4070笔记本可以在此基础上将阴影设置为高 当然如果你就是坚持要用原生的面率全部拉满嘛 哎几乎可以说 现时代的显卡如果接受DOS3 笔记本的4060就够了 不接受的话 即使桌面4090也不够呀 至于U15的DOS3的支持情况 从U15.2开始 DOS3就直入进影情中了 虚幻5游戏大概率会支持DOS4真生成和超分辨率功能 如果某厂家就是偷铁 那玩家也会自己去做DOS3的MODE 我呢也会对之后的虚幻5大作进行实测 给大家整理各档位显卡设置推荐的 如果你的需求不是特别硬核 我认为对于大多数学生档来说 笔记本4060的性能可能在两到三年都不会感到过失 游戏方面 目前Steam市战率最高的卡是3060 4060市战率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游戏厂家为了销量一定会优先考虑市战率高的卡 所以不用过于担心无法运行 非编方面 我出差一般就被一台4060笔记本 就算处理FX6电影机和主流微单的4K HR65素材 二级调色和剪辑都没有啥问题 而对于GPU要求更高的8K 6K片源 短时间也很难普及 AI方面 如果要在本地推理训练13B以上的模型 那确实需要更大显存的GPU 但如果只是运行一些端侧AI应用 无论是图生图 还是声音克隆都没有什么问题 几年前 学生党非常流行ITX主机 或者说买一台核显轻薄本上课 放一台PS4加辨析显示器在宿舍玩游戏 但这几年嘛 随着独立GPU制成工艺能耗比提升 游戏本的体积逐渐渐小 桌面和笔记本的差距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反倒是家用游戏机 不仅独占游戏机哦 哎 心机的价格也 而游戏本呢 因为竞争激烈不仅卷价格 还卷体验和生产力 近期呢也有很多小凯来问问50本的消息 按照NV惯例大概率是先发桌面段 如果你没有那么急 确实可以再等等 但如果特别特别刚需 开学就要用它们早买早享受 最近呢京东开启了 开学季笔记本电脑补贴活动 目前北京地区京东买RTX40系笔记本 电脑最高可以补贴2000块 各位也可以看看所在地的补贴信息 而具体型号方面 我认为今年测过的型号有三款40系本 比较适合刚需的 首先就是机械革命翼龙15 Pro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极高性价比下 还有优秀的做工 非常接近万元高端机模具的水平 唯一的问题它是主打线上的型号 建议对电脑有一定了解的玩家购买 如果比较看重品牌知名度和线下维修点 可以看看拯救者Y7000P 属于是不错的大盘全能水桶机 如果是广东地区补贴20%加PLUS会员 7000多就能买到4070版的拯救者哦 如果你既在意品牌 又在意颜值 那么可以看向天选5 Pro和天选Air 这两款型号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键三连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 再见